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借差这个崇老伯两个人一路上的行程当中 苏珊对崇老伯诉说自己的冤屈认了崇老伯当义父 这是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的服装师拿别根儿 您看一眼镜头 镜头看一下 就从您这儿他就接了 从您这儿接 还远点啊 转点啊 转点啊 喂 开车 这往哪儿啊 太阳省城啊 好地方啊 不错 这个戏就是观众也爱看 演员也爱唱 因为它这个配合的比较好 不是互算的 走着走着 你不走了 我也在这儿 这是祝告天地呀 还是爱求寒缠呢 观众爱看在什么地方呢 一老一少 一男一女 一淡一丑 这里有很多的艺术性的东西 是大家来开发的 有望南京 去第五年 打听上南京的 可干什么呀 当时学这个戏的时候年龄很小 谈不上理解 我这出戏呢 是我妈妈亲瘦 食瘦 在拍相依相的过程当中 是我母亲她言传神教的 那个金族还是得望出调 望出调一点 多走一点 要不然是带你搬了歌呗 我的外公是京剧艺术大师 张军秋先生 他是张派的创始人 《女喜街》这出戏呢 是他17岁就唱红了的 这也是张派的一个代表剧目 所以说传到我这儿也是第三代了 说心里话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比较抗拒 因为从小是在这个市场中生活 四五岁就开始练功 很苦的 后来呢 就是通过这么多年 积累下来以后 对京剧有一个深的认识 就是说其实京剧呢 它是我们的国粹 它里头蕴含了很丰富的文化 谁唱都苏三力量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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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 但是他这个唱法不同 表演方法不同 这个签不同 他能唱出四大名单 这就是咱们这个京剧的魅力 从小父母老爷都是教导我要多听多看 多接触就是兄弟姐妹的艺术 这样可以去长古短 艺术是处理旁通的 它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的 有些东西是可以尝试的 因为毕竟时代在前进 但有些东西该保留还是要保留的 把我们老一辈的东西 给它保留下来传承下去 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 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地方戏剧剧种普查 确认了我国现存剧种348个 其中分布在两个省区市以上的剧种有48个 分布区域仅限一个省市区的剧种多达300个 在我国现存的348个剧种中 既有像京剧 昆曲 乐剧 黄梅戏等 广受观众喜爱的剧种 也有一些受到扶持和关注 而生存状况良好的剧种 但更多的是一些艰难存活的地方小剧种 而举办戏曲百戏盛典 是对全国戏曲普查数据的体现和说明 从保护剧种的角度来说 百戏盛典将把不同形态 不同发展状况的剧种 进行集中展演 从而起到有针对性的进行分类保护 利用三年的时间 每年展示一百多个剧种 在昆山举行这么一个系列的演出活动 我想是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 一次盛大的展示 中国上千年的戏剧艺术 通过我们这一次三年的几种展示 我想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一种展示 也通过这一次的展示 我想也能极大的提升戏剧工作者 和我们广大观众朋友的文化自信和自觉 更好地去传承中国的传统艺术 2019年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开幕 2019年 作为戏曲百戏盛典举办的第二年 众多优秀剧目轮番登场 并且深入昆山各个基层地区演出 在这个盛下 昆山如同一个百花齐放 百花争艳的百戏大观园 在本届百戏盛典中 既有京剧 昆曲 乐剧 平剧等 流布范围较广 知名度较大的剧种 又有北京曲剧 苏剧 瑶剧 狐仙戏等 只在一个省份流布的剧种 既有单剧 竹马戏等平常比较少见的剧种 也有宜剧 蒙古剧等少数民族戏剧剧种 此外 黎原戏 欧剧 鱼谷戏 文曲戏 西前戏等 四十多个仅有一个国伴团体的戏剧剧种 也一一得以展现 呈现了中国戏剧艺术的丰富多彩 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活生机 我们早在这个活动举办之前的前两个月 我们已经制定了整个的宣传方案 事前就是更注重的是一种氛围的宣传 让我们昆山的老百姓 乃至周边城市的老百姓 都了解我们昆山有这么一个盛点 那么适中的宣传更加注重的 就是让专业的媒体 让老百姓参与到活动当中来 我们事后呢我们是跟 就是要把这些成果收集起来 然后进行总结 再进行第二次的传播 杨聚百岁挂帅 作为2019年百姓盛典的开幕大戏 讲述了百岁老人蛇太君 亲自挂帅 率领杨门女将赶赴沙场 英勇奋战一举兼敌的故事 百岁挂帅是杨聚的经典剧目 上世纪五十年代 由江苏省杨聚团创作首演 1959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该剧进京演出受到广泛称赞 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并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场 拍摄成同名舞台艺术片 后游京剧移植为杨门女将 在海内外长眼不衰 杨聚百岁挂帅 自复盘以来 已经连续四次 作为杨聚专业演员的毕业大戏 2018年 杨聚青春版百岁挂帅 曾作为中国戏曲学院表演戏 多剧总班毕业汇报演出剧目 先后在国内多地进行巡演 所到之处好评如潮 赞誉无数 这个版本和我们传统的百岁挂帅 有所变化 目的就是一个适合 现在演出的青年演员 对他们的艺术成长有利 同时也尽可能地兼顾到 适合我们的青年受众 青年观众 今年的百戏盛典 除了本身的戏曲演出之外 作为会策划的一系列配合活动 可谓是亮点分成 精彩不断 专家研讨会 全国文化名家观摩百戏 海峡两岸青年文创大赛 昆曲故里看百戏游学活动 我爱我的家乡戏 百戏征稿 戏曲百戏盛典 官方抖音挑战赛等 一系列特色活动 以戏曲的盛会 百戏的节日为宗旨 将百戏盛典 营造成百姓的喜乐嘉年华 因为我们这个百戏本身有主题的话 叫戏曲的盛会 然后是百姓的节日 所以我们会特别去体现一个 如何让百姓能够穿越进来 能够这样的来感受到 因为昆山除了是一个戏曲 这个百戏自主昆曲的发言地之外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的胜地 我们有中国第一水箱古镇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色的旅游 那么一边是就是看百戏 我们这个有昆山 那么会能够达到一个 很好的一种体验的一种 劣机感和一种丰富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348个剧种 以一种这个固有的活态的 能够呈现出来 我们百姓圣典结束以后的话 我们有这个博物馆 我们有这个展演的这个基础 能够把我们中国的戏曲的这种展现 戏曲文化的一种研究 戏曲文化的一种这个呈现 和它的一种整合 会做的是更加的去完美一点 去更加的完美一点 更加的做得更好 这个我想是我们举办百戏盛典 这个意义更加深远的一件事情 2019年百姓圣典开幕展演以来 每场演出都有53万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观赏 表明了戏曲仍然是当今民众享受的文化形式 全民参与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已成为百姓圣典的一大特色 今晚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112个剧种 118个剧目 《汇聚昆山》 在38天里呈现了56场高水平的演出 新浪微博网络话题阅读量累计超过3.1亿次 网络直播观看量超过3500万人次 抖音平台播放量超过1.3亿次 成为上下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那么戏曲百戏这个活动呢 可以说我们这个抖音挑战赛的发起 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响应 他们都觉得利用抖音这种新平台 新形式 新传播的手段 来宣传戏曲百戏是非常好的 他们非常乐意来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 与时代同心 与民众共生 作为戏曲的盛会 百姓的节日 百戏盛典不仅盘活了戏曲源头之水 汇聚戏曲滚滚长河 更是以秦明慧名的形式 打造出新时代戏曲文化的新名片 让博大精深的戏曲文化 在舞台上站起来 在百姓心中活起来 作为中华戏曲文化生存状况的 一次大阅兵 大书礼 百姓盛典的举办 必将对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